Hello 觀眾大家好 又是我3D設計師Neo 大家最想看到的畫面終於出現 iPad版的Blender即將要面世 接下來所有iOS或者iPadOS的裝置都即將可以安裝到Blender 上至iPad Pro 下至iPad mini 甚至iPhone都可以安裝到Blender 當然大家不會在手機上用Blender 但你不要管是不是真的要用 在iPhone上裝Blender這件事本身也很頂人 今天我預備了幾個DEMO 和大家一起在iPad Pro 上去測試搶屍版的Blender 我們馬上去片 試玩之前先和大家交代一下背景 話說7月中的時候 Blender就在他們的網站上公佈他們即將準備開發iPad版的Blender 其實早在幾個月之前 Blender的團隊來了溫哥華這一邊 去了SIGGRAPH 2025裡面去展示他們這個新的iPad版Blender 開發團隊就說這個平板版的Blender 將會以iPad Pro和Apple Pencil作為開發的藍本 當然不是 Exclusive只有Apple才用到 即使你是用Android的平板電腦 你日後都可以安裝到這個平板電腦版的Blender Blender團隊就說這個新版本 會將電腦上所有功能都帶過來 所以這個版本並不是一個閹割版或者精簡版 他們承諾平板上的版本 和電腦版的功能是完全一致 功能不變的 但是那個介面就會有少少變革在裡面 因為唱片版的Blender放在大螢幕上去看 左右兩邊有很多視窗 排動物質質都OK 因為螢幕夠大 但是在iPad上 就因為iPad的螢幕只有12.9吋 所以Blender搬到iPad 畫面的排版一定會出事 現在一齊來看看我這部iPad Pro上面的Blender 我這個就是一個搶先版的Blender 就不是正式版本 Blender沒有確實說到開發時間是需要多長 所以都不知道正式版什麼時候會Ready 總之現在正式版就未推出 如果你在自己的iPad上面 在App Store裡面去搜尋Blender的話 你是不會搜尋到任何東西的 至於為什麼我可以安裝到這個搶先版的Blender呢? 就是因為網上有人就分享了一個用Xcode 去自己在iPad上面建造Blender的方法 那就可以native地把電腦上面的Blender移植到iPad上面 其實如果你逐個逐個的步驟跟著做就不是很難的 但是就要有心理準備 因為要打曲 打漏一個space都不行的 所以如果你要研究可能都要花一點時間 我已經將教學影片放在Description裡面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隨時自己下去花一點時間研究一下 搶先版的Blender 其實就是完整地把Blender 由電腦移植到iPad Pro上面 那個介面是沒有做任何的優化的 目前來說搶先版暫時就不支援Keyboard和Trackpad 例如我現在在Magic Keyboard上面去打字 你見到它會打一個細小的視窗出來 你在這個視窗打完之後它才會輸入到下去 另外這個Trackpad你也可以動到鼠標 但是你是按不到東西的 目前來說這個搶先版就只是支援Multi Touch 和Apple Pencil的操作 因為Blender今次搬去iPad的主要目的 都是希望用到iPad上面平板電腦的優勢 分別就是Multi Touch和可以用筆這兩樣東西 因為這兩樣東西對Artist來說是非常有用的東西 我們一齊來看看這個搶先版怎麼組合這兩樣東西 先簡單介紹一下幾個Touch Gesture 大家剛才看到兩隻手指可以移動視點 這些是唱片版上面沒有的 然後譬如我去移動這個物件 兩隻手指就可以返回 三隻手指就是Reduce 就和Apple Create裡面一樣的 如果你想用Full Screen的話 你可以用四隻手指去做Full Screen 這些都是跟電腦版上面不同的地方 配合了Apple Pencil之後 你現在可以用這個Grease Pencil 你可以直接在上面去畫東西 去記錄留言 這些在Creative Process裡面是非常有用的 因為你可以很直觀地在某些位置給留言 這些都是你用Apple Pencil的時候的優勢 除此之外都想和大家看看這個Scoping Mode 因為這個也是Blender團隊其中一個Focus 你看到這個介面其實和CBrush是很相似的 但現在我就很簡單地畫幾筆給大家看看 如果你細心留意的話 你會看到它是支援Apple Pencil上面的壓力感應 也就是說你可以控制它的大小和力度 它的大小控制就不太敏感 老實說 但是它的Strength Detection是做得不錯的 我發現畫得太快的話 它是detect不到的 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總之就是要慢一點的 如果這個日後發展成功的話 我相信它會是CBrush的一個很大的競爭對手 因為其實在Blender裡面 我們可以比起CBrush做多很多東西 同時之間 最重要的是 Blender是免費的 而CBrush是要給月費的 所以如果Blender是開發成功的話 絕對會是一個更好的選擇 它就說日後它們都會加入一個叫ViewMenu的東西 就是一個圓形的Menu 上面就有一些Shift、Alturning的按鈕 這個設計在Wacom他們的Cintiq上面的畫版上面 都見過很多次了 因為如果你的設計是只有Screen 而沒有Keyboard的時候 你去用這些軟件就會很麻煩 因為很多時候那些3D軟件都需要Keyboard的配合 可能要按住Shift去執行某些指令 所以如果你沒有Keyboard就用不了這些軟件 所以現在就想到這個圓形的Control去做替代 但這個暫時我們就未試得到的 除此之外 當然最好就是可以支援Keyboard和Trackpad 但開發團隊都將這個東西加了到他們的Bucket List裡面 只不過他們因為有很多其他東西需要處理 所以這個東西可能都要等一段時間才會支援 今天我就預備了4個Demo 跟大家去試這個iPad版Blender 第一個要和大家試的Demo就是這個場景 這個場景純粹想和大家看看iPad上用Blender 是多麼方便 左手邊這裡你看到一堆的傢俬 你可以很隨意地把這些傢俬拉進場景裡面 又加多一張桌子 再加多幾張椅 所有東西都是非常之直觀很簡單的 下面再加一條梯 放入少少 然後下面我們也有一堆的質感 我們又可以很隨意地 drag and drop 就可以換了長生的材質 這裡也是 所有東西都是很直觀的 不過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覺得這個界面 感覺上是有點逼夾 如果我們這間屋 稍為再大了少少的話 其實這個這麼小的框 基本上是不夠安裝的場景 iPad上面的Blender 其實可以好像電腦一樣 可以拉著邊 把視窗放大速小 不過說真的 你可以縮得有多小呢 就好像旁邊這些按鈕 其實你縮排之後 基本上這些按鈕 可以說是看不到的 所以它始終都是要那麼闊就是那麼闊 無論你怎樣拉大縮小 因為這些視窗始終都是佔了很多的空間 所以Blender團隊就在他們的網址上 就分享了他們一個新的界面設計概念 就是把這些所有的視窗都變成一個個的按鈕 你按它的時候它才會彈出來 就跟Photoshop裡面的界面一樣 每次要用的東西才按它出來 這樣的做法就可以令到中間這個畫面放大 我們就可以多了很多的空間去活動 相信這個界面的問題 亦都是團隊第一個會去處理的問題 因為如果界面是這麼迫劫的話 其實用起來真的會很吃力 長此下去用家如果覺得麻煩就會不用 團隊亦都表明了 界面這件事是他們首要去處理的問題 第二個要試的demo就是這個叫Junk Shop的場景 之前在其他的電腦評測裡面 你都會經常見到這個場景 每一次開這個場景出來都是想測試一下 這個裝置的Cycles Render表現的 我相信大家亦都很想知道 我們的iPad Pro到底行Cycles的話 是否買到呢 我現在用這一部就是頂級版的M4 iPad Pro 有10核心CPU 10核心GPU 同時亦都有16GB的記憶體 那就是市場上其中一部最強的iPad Pro 我拍這部影片這一天就剛剛推出了新的M5晶片版本iPad Pro 大家有時間可以了解一下那部更強勁的iPad Pro 我知道我們今天用這部M4的iPad Pro 就先測試一下 這個場景也算是一個複雜的場景 裡面也有很多的object 而且也有不同的material在場景裡面 到底這個程度的blender scene 在我們的iPad Pro上面行不行得到呢 我就想把這個測試分成兩部份 第一部份我會先只是Render的女生 因為我想給大家看一下多物件和小物件的時候 那個行blender的表現 好了 現在我們在右手邊這裡 先確定我們在行Cycles 而且也在行GPU的Render System我們這裡看到 我們是在用M4的GPU Metal加速 它是Native的支援iPad Pro裡面的GPU加速 現在我們按Render 我們給少許時間去載入場景 我們先關掉Denoise 好 我們看看它Render的表現 這個Render的速度 我覺得大概跟MacBook Air的速度差不多 因為它們的晶片都是一樣的 所以差不多是很正常的 可能不相差就是iPad Pro的散熱可能會差一點 但是整體來說那個速度 我覺得都OK的 Frame Rate來說當然不會有電腦 可能RTX晶片的電腦走得這麼快 但是做Render的話都夠利用了 我們再試一下去Render一張圖 看看需要多長的時間 50個Samples的Render 大約用了12秒左右 這個你看到Render出來的Quality 其實都相當足夠 好 可能給它多一點Sample 其實你用來出上去Livlet Poster 其實都夠你用了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整個場景去Render的話 我們的iPad Pro到底是否承受得住 好 這裡我選擇Cycles 同樣我在下面也是選擇GPU的 我們試一下去按Render 沒錯就是死機了 是承受不了的 因為場景實在太大 而且裡面也有太多的東西 試多樣東西 今次我們試一下用EV的Render Engine 我們又試多一次了 這裡我們給它一點時間 再入場景 好了 有東西看了 用EV就能夠Render到的 不過都是很利用 結論就是 如果你真的做了一些太過複雜的場景 就避免在iPad Pro上面去做 除非你真是很厲害很厲害的iPad Pro 可能是M5的iPad Pro可能會好一點 總之來說 就是現在iPad上行Render就是這個情況 繼續下一個我們會看的場景 就是這個Mr.Elephant的場景 好了 我們要確定是在行EV 然後我們按Render 好了 我們已經入了Render的Mode 我們先看看 好 我自己感覺那個Frame Rate是有少少低的 你看到這些位置是有少少 是不是Denoise的問題來的呢 某些角度是會出現這些Render的問題 可能是Scene的問題 就未必是硬件的問題 比起電腦當然沒有電腦走得那麼快 但起碼可以走得到 不會像剛才Cyclus的場景一樣 可能一搭一個場景進去 它就彈機、彈音 總之呢 如果是大的場景 你仍然可以在iPad Pro上面去運行 但你就要選回EV的Render Engine 才可以做到事情 好了 我們又試一下去Render一張圖 看看要用多少時間 這裡用了64個Samples 我們現在就試一下按Render 這張圖就用了46秒去Render 最後一個想跟大家看的場景 就是這個Water Simulation的場景 就是一個流體模擬的setup 都是在Blender Demo下載的 我們會在Default的setting之下 就去Bake 100格 我們看看需要用多少時間 結果這項測試 iPad Pro就用了843秒 其實這個Render表現 我覺得已經很不錯了 當然iPad Pro就不會有電腦的散熱做得那麼好 因為iPad Pro基本上可以說是沒有散熱的 基本上iPad Pro就是一個螢幕放在電子上 中間是沒有任何散熱的 所以如果摸一下機身後面 其實老實說是熱到可以煮蛋的 總之如果你要做一些Simulation類別的東西 當然建議都是用電腦 但如果你真的很想試一下iPad上去做這些東西 都是可以的 也可能說你不要做Water Simulation這麼複雜 我純粹是setup一個很簡單的Simulation 你看到這些很簡單的Simulation 它絕對是可以做到的 總之你按下硬件的能力去做相應的東西 大家不要忘記iPad Pro的效能 其實比起很多以前的電腦都是厲害很多 所以做3D的話其實是卓卓有餘 所以如果正式版的Blender推出之後 我相信各位就會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去買iPad Pro 總結來說Blender在iPad上是可以暢順地運行的 就好像電腦一樣 其實我覺得iPad版的Blender最適合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用來做一些3D的雕塑 可能是人物或者是道具的設計3D Modeling 這樣你才可以充分地利用iPad上的Multi Touch 和Apple Pencil的優勢 其實看回這個iPad版Blender 我覺得開發團隊主要需要搞的就是它介面 其實它裡面的功能就不用改很多 我也都不希望它改那麼多 所以改的東西都不算多 所以我大膽估計會不會大約等多一年或者多一點 希望一年之後正式版的iPad版Blender 就會登陸在App Store上面 如果到時真的推出的話 我也會第一時間在Channel上跟大家公佈 到時大家應該就這樣進去App Store下載就可以安裝得到 如果大家對這個iPad版的Blender有什麼看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分享給我知 還有如果你覺得今天Lio帶給你的影片 是帶了一些有用的資訊給你 是幫到你的話請你幫我做幾件事 Like、Share我這個影片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打開通知功能 我下次推出新影片 可能是關於iPad版Blender的一些新資訊的時候 你就可以第一時間看得到 完結之前想和大家宣傳一下 我之前做過的iPad App的影片 你看到我介紹過很多App 包括有CBrush、Procreate、Nomascope、Dimingi Resolve、Shaper3D等等這些軟件 大家有時間不妨去這個Playlist看一看 我包你看完這些影片之後一定會學到 今天先說到這裡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